哈喽大家好,這是NEXT 我們回到特殊教育的部分 做多重障礙 多重障礙是做兩種以上的障礙 就這樣子 然後來看影響 然後分成的部分去做四期受孕出生 什麼? 出生的時候 出生後 所以多重障礙很多的成因就是 譬如說大面積的腦傷 那這個以及脊髓傷害 就會造成癱瘓 譬如說半癱瘓 脊髓傷害包含了言語 以及他的那個狀況 脊髓傷的話 通常就是半身不隨 半身不隨 然後上半身全身的肢體性的障礙 然後來看一下 德國盲者 出生前有德國盲診 病毒這些外在的因素 導致中樞神機發生障礙 聽障聽障 視障聽障 動作神醫 然後來看一下這個叫做 FAS Phaethyl Aucle Aucle Hall Thin 酒精造成的胎盤的影響 酗酒 酗酒 所以很多的時候 很多不良的因子在生 還沒生之前就已經有造成問題了 RH血型 這個很特別 這個RH血型是說他陰性的懷有陽性的時候 他 會打架 他的母親的血液會和胎兒打仗打架造成胎兒的損傷 骨髓的被他的血液會損傷 出生的時候 譬如說他產成過長 橫向艱難產 到成損傷 損傷的部分是做MR為主啊 然後視障啊 聽障啊 然後這個啊 多重性障礙啊 然後缺乏生活治理能力 互動能力 自我刺激 這個是普遍的問題 然後他有動作性遲緩啊 聽覺的問題啊 然後 來 來 這個東西都類似啊 就是環障 譬如說 只能說小 說字 說小字 不能夠說一個完整的語言 完整的句子 或者是說他的講話 雖然語意不清 語意不明 就是說他講話 確定 但是內容很奇怪 他可能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好 安置的部分來做 來 小普通班 普通班資源教室 全 全時的特教 然後醫院的特學 或者是住這個 看狀況 來 1974年的 對多障的障礙是一樣的 是因為 生理心理情緒造成的問題 然後1997年就是確定他 是他的那個特教的服務做 改正 好 把我國81年到這個 這些一大堆 不拉不拉的一大堆用在一起 然後來 90年是說兩個不帶關係 而且不是同一個原因而造成的 學行車可以作為多重障礙 那這個可能是說 譬如說腦傷 腦傷只有一個的話 那譬如說腦傷造成了損傷 以及造成了那個動作 那個就認定為年代關係 那如果不是的話 譬如說他腦傷 然後他又出生時 他原本就有腦傷 然後出生時又造成了損傷 所以這個就是說 非群代 年代性的關係 好 差異的時候 來新舊版來講說 非出於同一個原因 雖然有多個障礙 如果譬如說自閉症有這個問題 但是這些都被AAU 然後如果是因為古魔 造成學障 則做成聽障 所以如果自閉症造成的東西 他就不會再跟另外一個聽障 他們兩個關係 並沒有差別 這個時候才會講他是多重障礙 否則如果是自閉症的 以及造成了自閉症聯合性 造成了障礙 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那一個 出生前的那個原因造成的 那就會認定為單格 那不具備年代 如果是唐氏症因為失憶而造成的問題 只能認定為NR 而不能為鑑定 不能鑑定他是多重障礙 但是如果因為他有情緒性障礙 造成情障 這樣就可以做於 不是因為智能障礙而造成的 他就可以判定為多重性的障礙 他是這樣子判定的 比較困難的 反正就是 但他們是這樣子 好 來教學評量 評量的部分來做障礙 以及負責障礙 得他影響他的學習的能力 包括溝通 移動 學業 社交 這些都有的問題 然後來看一下 包括的鑑定內容 包括他的障礙 來去做這個的處理 好 來看一下 鑑定的時候 小孩嘛 入學前入學後 然後鑑定的方式 包括醫學性的 醫療性的檢查 包括特殊生理啊 然後他的治療的部分是做物理以及職能啊 然後物理包含肌肉張力啊 肌肉的活動啊 職能的包含 包含 頸部的控制 是 知覺的動作之類 好 認知的部分就用智力化測驗來去測量 然後來去測 確定他的狀況 不是有什麼50嗎 智力AI50以下就是輕度嗎 20以下是中度重度嗎 這樣子 好 CNS啊 然後來鑑定的部分 鑑定的方式用藏模嗎 藏模去觀看啊 物談啊 資料性收集啊 藏模 就是說你那個東西做好 PR嘛 比如說PR 你大概在這個整體的全部的人裡面 你這個藏模落在哪一個點上面 鑑定的也包括醫師 聽力檢查 OTPT 語言治療 哇 真的超多的 好 哎 那根據的狀況 他有分了三組嗎 是三組嗎 還是沒有 第一組可以普通獨立 第二種需要移動輔具 但是給予治療 給予支持治療 可以回復 在專人上可以 第三組需要叫專人 譬如說唐寶寶嘛 唐寶寶就是第三組啊 他可以學習一些專業的技能 但是他需要物理專業能力 第四種可以是 唐寶寶不是最嚴重的 最嚴重的還有更 重重度 重度以上是叫唐的 唐醫院 然後如果沒有把 如果沒有管線維持生活 他就會死亡 傳統小學嘛 補救教學嘛 去做這個的 處理 然後去減少他的那個行為性問題 好 然後來去做生物性的模組 藉由模擬學生在真實情境中需求 來去做 學習 學習來 社區 參考就是說 藉由學習回到社區生活 然後確定那個課程呢 然後這個東西 好 學習的障礙重度 這邊有沒有講到重度了 好 擬定他目前的狀況 然後安排他的獨立生活 考量他的教學的因子 然後獲得其流暢其順暢其類化 獲得來第一期確定 學習他的正確性 維持性 譬如說 穿衣服 真的 大家真的不要笑 多重障礙就是有這個 多重障礙 嚴重性的障礙就是說 獲得技能 他會忘掉 譬如說穿衣服 穿完他會忘掉 吃飯 他會忘掉 真的 真的他真的會忘掉很誇張 但是這個就是重度 中度以上 他的那個智力沒有辦法維持他的那個行為能力 流暢只是他的然後類化 類化就是舉一 孔子講的嘛 舉一反三 一個桌子指一個 然後三個角 會說這是一樣的 獲得來調整結構 獲得其密切 以及系統化的部分 流暢其維持型流暢其 好來決定 來教學方法 收集書面資料 刺激範圍確定哪些 確定他的反應範圍 確定學生哪些 會有反應 他對哪個反應 會有問題 退出 用退出最少的資源 來輔助學生的狀況 如果我企圖過成功的時候 就去做增強 一來計畫性的部分來去做 一對一一輪一 然後一加一 一輪一就是車輪戰了 就每一個東西 每一些交鬥的 就每個老師都去分一個東西 去做教導 團體性一加一 就是說 那教完之後 然後第二位去 觀摩 這樣就是說有觀摩啦 你看了之後看其他人 再去做處理 好團體教學嘛 然後組合性教學就是團體 就是團體去教學 就一般的教學 然後分組性的 就是學全班分小組 然後去做合作 然後然後合作性教學 同材性教學類似 類似 來 來 這一個 確定教學性環境 分析 評估能力 能力 差異性 以及他的活動 以及他活動 你要評估說他能不能用 評估解決性犯法 要怎麼做 要怎麼輔助性的 人為 然後要做做什麼 要教學要怎麼改變 或者是你的技能 要怎麼去做處理 使用輔助 調整社會性環境 好 維護生理就由醫生去做改善 然後這個就沒問題 教學自理是做 最期望的 自我教學 知識教學 然後 然後溝通能力 好 然後移動性的 協助移動 譬如說 藏儲具來增加他的移動能力 職業障礙來去做 職業能力 4情況 讓他能夠 參加他學業 以及他職業的能力 就是讓他可以去工作 重要的是自主能力 環境控制能力 能夠自己獨立 而且不會 能夠不用依賴他人 來然後心理障礙的部分 是做自信 以及自覺 自尊 好 來 心理的部分有自尊 自信 建立自信心 以及自尊 然後穩定情緒 然後 認對 問題 反應 能夠 譬如說生氣或悲傷 能夠控制 教學 教學 教學行為由外而控制 確保他的 互動能力 最後是社會福利資源 特效 是醫學 殘障 然後 早療 之類似嗎 早療 身心障礙也不是 不是早療 身心障礙兒童療育中心 早療 對不對 這邊是早療 這邊早療 好 然後有做諮詢 後諮詢的系統 好 那就講到這個地方